南占部州 台湾在中华台湾国际身心理研究教育学会 现在呢在整个2018年未来整个花博会完成的当中 现在呢积极在加工 积极在赶工 现在这个都是以后河流的这一些道水道 这个大河也是以后也是可以划船的 我们希望说透过在整个台湾在台中市风源区 2018年呢即将要完成的整个非常大的工程就是花博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地方让全世界了解到呢 丰富的水源也是来自于呢 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回置身了 那现在呢这个工程呢 今天是2018年也就是4月1号 那大众可以看一下呢 现在都还是在赶工的过程 那这个时间是 这边呢中午的时间 在中原标准时间 中午的时间 每一个这个渠道呢 下一次这个应该都是有水的一个渠道了 那了解到呢 其实我们整个国土为翠啊 为什么这些都是幻象的 这些都会因为我们时空背景 因为时间因缘不断的换了人 换了朝代 就换了整个的形式了 那相对的呢 我们了解到这些都叫做无常 这就是一个幻化 那当然今天是 在中原的时间 就是中华民国 2018年的4月1号 那这边都还是在积极的赶工 可以看到啊 现在整个河湖 现在都开始在扎工啊 在做足迹的动作了 相对的呢 顾名示意花博 就是会有一些 花非常美丽的一个世界啊 那当然以后我们要看过 了解之后呢 慢慢的未来所呈现的风貌 就是像现在图中这个风貌了 这是一个图画 但是呢 未来就是会做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 美丽的图画世界 它就叫做湖心小岛 可以看到呢 现在所谓的湖心 当然呢 现在是完完全全 里面都还是在做工程 那这些工程里面 它有铺这些石头 这些石头就如同我们人 数世以来的所有的固执 那我们如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主机 人活着最重要的 也都是从这个地水火风 因应的 我们都知道这是地的呈现 那里面有水了之后 这就是每个人呢 慢慢呢 了解到呢 活着最重要就是要一个 圆满灵活的智慧 那相对活呢 这就是每一个人呢 都有他的情绪 所以会随着我们身体里面的温度 那慢慢的可以调和我们的情绪 造成这个风的推阻 就越来越自然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都在积极加工 积极在赶工 你看这个都是 以后都会有水的 看到这么漂亮的 这是新鱼潮 是 所以这工程呢 非常的浩大 那也就是地球台湾 台中市风源 你看这么漂亮的 一个 鱼潮 那这些树呢 都非常久远了 这些树 好 想要说 透过日后 有机会呢 师傅也在这边 会做一个大自然的释放 那我们拭目以待了 希望呢 透过今天 我们一样呢 带领当中呢 在2018年的 年底 我们大概就会呈现 一个新的风貌 现在你看 都在积极加工 你看 演出的地方呢 这外面呢 是我们整个大道 整个大道 是 好 让 所有的地球人 能够了解到呢 人活着 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 正确 正面 甚至呢 所有的行为 思想 尤其是这个思想 它会影响到 我们的态度 呈现出来的行为了 那今天带领大众 是希望说日后 我们会可以 透过这个大自然 来做一个心灵 最好的释放 也将现在呢 即将呈现 之前的风貌 让大家看一下 这些原貌 都是 属于大众 都还是在 积极的赶工中 那我们将今天 所有的 在做 地方勘察的当中 以一颗 成 恭敬 成敬之心 也谢谢 让所有的 散心 善念的能量 都能够倒归 希望极乐净土 让每个人都能够回归到 自己内在的小宇宙 跟外在的大宇宙 它是一个清静无为的 祝福大众 一千妙吉祥 两千妙吉祥 一千妙吉祥